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葉明蘭 首次舉辦的北北基聯策 出現了高分低就的現象 引發了許多學生跟家長的不滿 與質疑 而面對未來呢 臺北市議員正在連署 呼籲明年停辦北北基聯策 北北基聯策跟一綱一本 這個其中的爭議 我們今天一起來關心 為您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全國教師會理事長 劉清旭 主持人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老師 第二位是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 聯合會總會長徐永嘉 主持人好 全國聽眾大家好 第三位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主任秘書冯清皇 主持人好 兩位貴賓好 各位全國觀眾大家好 是 我們首先來看 首次舉辦的北北基聯策 為什麼會出現高分低救的現象 就是說 如果我考了同樣一個分數 透過兩種方式去登記 去申請 可能我可以就讀的學校 是差蠻大的 這樣的現象引發了許多的爭議 與不滿 該如何補救呢 首先來看下面的VCR 有將近一千五百個人 在臉書上連署 抗議首度自辦計測的 北北基聯策 申請跟登記分發的分數差太多 讓不少申請入學的同學 憤憤不平 因為他們的分數 如果透過登記分發 可以上更好的學校 甚至還有考生 連測分數372分 申請到新店高中 但這樣的分數 登記卻可以前進15到16個志願 到和平高中 所以網友在臉書上砲轟 把申請人當白癡 憤怒的考生跟家長 也打電話到臺北市教育局 抗議不公平 新冊中心表示 以往除了建中北一女 申請入學分數高於登記分發 其他的學校 因為兩次基冊分數 擇優的關係 向來都是登記分發高於申請 這一次北北基 的確讓部分學校的申請 跟登記成績 產生了明顯的落差 以前基北區參加 第二次基冊的人數 比例都是在各區當中最高的 那他們每一次來參加 都會有五乘五都進步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說你只考一次的話 那個分數本來就會不一樣 不少北北基考生 將矛頭指向台北市長郝龍斌 不買一國兩制 把學生當成了白老鼠 希望市長能給個交代 我們這次的做法是跟過去全部都一樣 所以針對這些學生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因為第一次北北基自辦基冊 我們絕對會把它收集起來 會整以後 我會要求教育局這邊詳細來檢討 明年開始不管是北北基 或是全國基冊都只考一次 考生們也只能折一考試 雖然用意是希望減輕孩子們的考試壓力 但升學壓力是減是增 制度又會有何改變 考生跟家長們也很無奈 好 我們首先來看 北北基目前是怎麼樣入學的 我們來看到他其實分為三個方式 第一個部分就免試入學 然後申請入學聯合登記分發 那所謂申請入學跟聯合登記分發 他都需要連測的成績 五月份考完之後 第一次申請入學的時候 在六月十號中午之前 你可以申請入學 那根據你的成績 你可以去選擇 大概你可以去申請哪些學校 然後等到這一批結束了之後 聯合登記分發是六月二十三號 所以首先搶請到主命就是說 我們這次看到的狀況就是說 聯合登記分發 按理來說 其實他的分數應該 就是比如說他的分數是差不多 假設PR值 他可能是八十幾的話 其實他應該會比PR值比如說九十的人 他申請到學校會比較差一點 可是這次卻是可能他申請到的會比較好 其實這個要從頭說起來 如果我們就考生本身的角度而言 其實他是一個選擇的前後所產生的結果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教育局我們本身也檢討 我們也透過媒體也很承認說 這一次可能在申請入學跟登記分發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可能申請入學沿著學校的門檻 設的過高一點 那麼再加上在整個的PR值或者是數據的分據 這樣的累積 整個資訊 沒有辦法提供給考生更清楚了解 所以我剛剛在VCR看到孩子 他不了解 他爸私分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他等於說 在沒有信心情況底下 或許就選擇的新店高中 所以這個確實是今年在第一次辦理以後 我們也很真實去檢討這樣的不對 不過我在這裡還是要講 就是說我們以目前所知道的 以登分跟申請這兩個來看的話 那也很明顯知道 真正產生所謂的 在自己所說的所謂高分低舊 這四個字 其實比較多一點 還是落在所謂的社區高中 比較多一點 那本身社區高中在做性質的定義 確定的時候 本來就很希望鼓勵孩子 究竟 就是就你自己家裡 究竟就讀 所以在這裡的一個 確實有他的模糊點 所以在這裡 可能也要再度的來 來告訴考生 就是說假如你生 生年入學 本來就就你所喜好的 所喜愛的 選擇的學校 我們還是鼓勵 還是 還是忠實你原來所愛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我要在這裡 主席 我們先來跟一位 這個家長喔 就今年孩子有參加這個考試 基策的一個何爸爸 跟跟他來線上對話 何爸爸您在線上 我在 是 何爸爸今天 矚密在現場喔 就是說針對這整個狀況 可不可以先談談 你孩子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我的孩子他今年第一次基策的分數出來的時候 那分數不是很理想 然後因為今年的北北基的申請的手冊上面寫的 我的孩子的申請學校 想要申請的學校不夠資格 同學比他低分的 不是跟他同分喔 跟他比他還低分的 竟然學校比他高好幾級 那孩子聽到這消息之後 幾乎他跟你講 我不想念書了 因為他覺得他國中三年努力 到最後一次被推翻 然後 我太太大約在家裡大概一個禮拜 沒辦法做生意 沒辦法出去上班 就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公平啊 為什麼你申請把門檻調那麼高 那孩子根本沒得選 在很多年以前你的申請分數很低 標準非常低 大家都有資格申請 現在不是 是你把資格都調高了 孩子沒得申請 所以您剛剛所說到就是說 同學分數比較低的 他申請的這些學校 其實你們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嗎 對 是 所以今天遇到這種狀況 現在你們心情 當然還是非常的激動 那未來怎麼走呢 您自己覺得其實或相關單位 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我覺得現在政府的美意 要讓孩子有多元入學 我們很贊同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你的多元入學並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為什麼 你的免試升學 在校成績 你的評分標準在哪裡 然後同學們如果有參加所謂的科展 所謂的國際性比賽 那他在校成績完全不用管 他就直接可以選到自己想念的學校 那是鼓勵孩子 國中我就專攻 我做科學實驗 我都不去念書 我都做科學實驗嗎 這也不對啊 那我的孩子現在今天被實驗了 我們也認了 因為我們不想再重考 那孩子本身 我們只能一直安撫他 你就是發分圖強 你在不好 比較差的分數學校 你還是可以拼公立大學 可是這個孩子一生中已經有個陰影在 那我覺得對往後的學子 對這些學弟學妹們 或是說後來的孩子們 我們的教育單位 是不是可以想一個 比較公平的方式 讓大家都有機會 而不是你把我的機會剝奪了 讓我去選比較差的 然後事後你的新的方法 卻比我優先的人來得好 任誰都沒有辦法同意啊 是 所以何爸爸以您家長的經驗 您覺得北北基連策 明年還有繼續再辦下去的必要性嗎 我覺得站在一個父親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北北基不需要再辦 因為一國 我們台灣就這麼小 為什麼要辦兩次考試 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可是出來的結果卻大家罵得要死 再來全國的基策的題目 跟北北基的題目 北北基這一次很明顯的 比全國的題目還要活 那台北市的孩子 北區的孩子 就是被認定 你就是要比別人強嗎 那你全國普及教育在幹嘛 你承鄉差距還是很大 是 謝謝 謝謝何爸爸 我們回到現場討論 請問一下老師 剛剛家長在講 其實孩子那個受到的打擊非常大 是 我完全能夠理解這位家長的感受 我特別能夠理解學生的感受 那但是對全國教師會來說 我們看這個問題 我首先要說一段也許不是很重聽 就是說剛剛主秘講的其實非常好 就是我們過去有一段時間 希望我們社區型的高中 彼此之間的比較不要那麼明顯 那在這一次是大家還沒有這個共識的時候 經過一個錯 也許是學校錯誤的提高了自己的分數 也許是教育局沒有去注意到 因為他是新的一個統計數字 他沒有呈現 結果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那從結果論現在來說 雖然教育理論看起來是影響不大 可是因為每個孩子 他努力了三年 只有一次 那家長 剛剛這位爸爸其實說的滿讓我感動 就是說 他把家庭的真實的狀況顯示出來 就是媽媽其實已經沒有辦法自除了 那像這樣的民怨 如何來解決 那據我所知 這幾天又有一些新的數字會統計出來 公佈出來 那我倒是覺得臺北市政府 有必要對於基礎性可以克服的 要趕快的去找出一個基礎性 可以克服的 甚至如果是可以彌補的 哪怕彌補的 不是全面的 只要能夠有部分的彌補 任何的方法 因為全國交社會沒有辦法去碰到 這個部分 這也不是我們的專長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臺北市政府需要做一些努力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全國交社會應該這幾天 郝市長講了一個他很心痛 痛心 那其實全家會更痛心 因為我們早在兩千零七年 到現在經過四年 我們做了兩次的譜測 就是去調查自己辦機測 一綱多本選一本 到底有沒有符合政策的目標 我們所有等一下有機會 我會一一來報告 所有的結果都證明這個策略太急 太粗糙 那我們也預期他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可預測的結果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結果也完全超出我們可以預測的 是 總會長現在就是這樣子這一次高分低救的狀況一出來之後 現在家長 你所看到的家長跟學生的狀況怎麼樣 分兩塊 一部分當然是抗議說他高分低救 但是這個低救 他的標準在什麼地方 難道假校就一定比以校差嗎 這個可能跟他的住家遠近有關係 跟他自己的價值認知有關係 因為除了前三志願之外 現在其實後面的排序是都很模糊了 這幾年下來其實是很模糊的 那哪一個學校就一定比哪一個學校好嗎 其實大家都心中 可能我問十個人是跟大家都不一樣 所以是不是就真的叫高分低救 那我們也有一些家長打電話進來是滿肯定的 因為他的孩子去申請某個學校 免事入學申請沒上 那他就是 終於就那個學校 然後那個這個這個第一次的申請 也沒上 那他就用登分嘛 把那個學校寫第一次元 結果他就進去了 他就還是進了那個學校 他心中目標就是那個學校 他往這個目標前進 他覺得 我孩子就目標在這裡 就是他連登記分發 他有就進去 他覺得只要把立定目標 立定好之後 反正最後一關 就是按分組去排的登記分發 那其實很清楚 多元入學的管道是希望照顧到多元價值 那現在是大家就把這個一元價值 考試的成績作為我不管我要申請 我還是要登記分發的唯一依據 所以就會有這種落差 所以有這種落差 所以其實申請他的用意在於說 你去選擇學校 那選擇沒上沒有關係 那後面還有個聯合登記分發 那現在因為大家都把分數擺在這個地方 那以往的經驗也告訴家長說 申請分數比較低 聯合登記分發會比較高 所以你申請有進就趕快進 不要放棄 所以這前兩年都是這種慣例 所以今年很多家長就申請能上 我就趕快報到 因為後面登記分發會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就趕快去入學 我不要放棄了 但是今年反過來 又把他反過來 反而是登記分發比較低 所以家長就會很落差 如果今年的登記分發還是比較高 我想家長不會有這種落差 這是心理感受的問題 是因為他比較低 所以大家都用基策的成績 來做入學的為依據 忘了申請 他本來就是要讓多元才能的孩子 因為學校的需求 我去報這個學校 因為這個學校某一課有加分 可能我這學校是要推數理之優的 那我的數理之優的時候 你的成績到這邊是數理 可能有乘以一點五或乘以二 他會是加分的 所以他申請入學的用意在這 那因為以往的經驗 跟現在的這個落差 有這樣的落差 但是我是其實想建議家長 我們在高中這麼多年 也看過很多家長 他以前也是兩次考試 考試完之後 他兩次都失誤 他在學校的模擬考 考得相當好 但是考第一次基策緊張 失誤了 又可以跟他考第二次 還是失誤了 就去念社區高中 有兩種家長 我們看過社區高中 有兩種是真的是考失誤的 兩種都考失誤的 一種家長告訴孩子說 考失誤的沒關係 高中只是個過程 我們既來之 則安之 反正成績就是這樣子 我來入這個學校 我們好好拚 拚個公立大學 就他都拚上去了 另外一個一組家長是 家長也自圓自愛 你看你國中成績這麼好 你那個那個模擬考 考得這麼好 你來這邊自圓自愛 孩子受到家長的情緒影響 他也自圓自愛 所以總會長 您的建議是說既然事情已經大概成定局了 那大家就既來之 則安之 也不需要要求相關單位去做其他的補救了嗎 我們應該教育孩子 要現在已經入學到這層 他也不重考了嗎 那他既然到入學了 大人可以來跟市政府要求私職官員要負責 但是我們應該教育孩子 你在這個孩子既然到這個學校了 我們就好好的把他三年念好 因為高中畢竟只是一個過程 大家不會去看你高中文憑 大家看著你是大學文憑 你大學是哪個大學畢業 比較重要吧 高中只是個過程 我想從這個過程中也教育孩子學習 學習 如果當初你在社會上也會有失敗的時候啊 或是社會上你會遇到不公平的時候啊 我們從整個證明從這個裡面如何教育孩子 讓他也感受原來社會 除了社會之後 他會發現社會還是很多不公平的 是 提早去體會這個正常的社會 搞不好這也是他在經驗 所以主祕就是如果這樣子來講的話 聽起來有些家長也是勉強 就接受了這樣子的意外 那麼我們這邊有打算有任何的補救嗎 還是說就讓他成為一個經驗 我也謝謝兩位提出給市眾教育局 可參考的意見 那當然第一次檢測之後 我們也去面對到他 引有的政策的價值 跟實際上技術上 可能有孩子休閒的空間 不過我這裡還是要說 補救 其實我們也考慮了很多 可是關係到有一點是說 第一個 你能釋放 再釋放出來的資源 其實是沒有辦法含涉所有的孩子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說這次這樣現象的學生非常多 不是 我們在考量是說 你如果動一個 他是動全身的 他是動全身的 所以你要 你要考慮的話 他是全身 你有沒有辦法支援 全部 全部再來動 所以 所以我們局長也好 或者市長也好 確實是沒有辦法 不過我們在這邊要強調 就如同我剛剛也感謝習會長說 我把那個話講完 就是說 其實真的選擇 你原來深淺入園 就是你所愛 你是深淺去的 既然你所愛 我覺得我還是鼓勵孩子 真的如果是你所愛的 你就真的愛上他 那之後呢 我們也會強化 選擇了你這個學校之後 我們專門到高一 高一之後 我們也去強化學校的 整個的學習 視訊的輔導 我們也在這裡 拜託來 我們的老師 不管孩子怎麼來 他是 不管是登奔來的 申請來的 每次入學來的 我相信我們老師一樣會本著 怎麼樣把孩子這三年照顧好 那當然未來要不要升高中 會不會 升大學 會不會是怎麼樣 那是孩子未來的視訊 我還是要說 本來申請入學 就是要以視訊發展 孩子的你的手愛 在你來選擇 登奔 他是確實根據連測成績 來登奔 兩個性子確實是不一樣 你今天因為產生這種現象 來做比較 那讓教育局產生說 門檻過高 技術上可以解決 不過我還是在講 在原則的區塊的 本來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我也在這裡講 你公開來 拜託所有的家長 重新再來思考看看 我會在申請 申請入學 他是一個基本的連次的分數 然後去考量孩子的興趣 潛能 選擇這個學校的 登奔是完全根據分數的高低來分配的 或許重新再把他思考一下 可能不會產生迷思 主持人 事實上 我覺得很多人在收看這個節目 特別是跟這個議題有關的 我覺得有兩三個概念 必須要很清楚的說 第一個概念就是申請跟登記 他有截然的設計上的不同 如果假設大家都依照分數 那當然就用登記嘛 那現在申請的原因 癥結點在於學校 為什麼把這個分數定這麼高 那這個定這麼高了以後 失去了申請的意義 因為申請就是說 我的能力也許沒有到達 我想要的 我想要到這個學校 但是我的學科能力也許沒這麼好 那我其他的才能 技工家長等等 會讓我累積 加總了以後 我可以到這個學校 這個是申請的很重要的概念 那目前看起來申請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這第一個要檢討 第二個要檢討的就是 所有的學生申請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責他所愛 我覺得要把家長跟學生的講法講出來 就是說他事實上是看了那個分數了以後 然後痕出自己的分數了以後 是 他覺得發現 我只能選這個 其實他選擇性也不高 也不完全是自己選的 這個要承認 那我現在比較care的是說 我們這些處理交易公共事務的人 特別是臺北市政府 我覺得現在我如果可以建議的話 我會覺得第一個建議的就是說 要把好市長的這個痛心 轉換成具體的歉意 然後快速的讓這些所有的人的情緒 先盪下來一半 就是說我們承認自己不ok 那我們少去講我們的交易裡面說 我們現在也許模糊了等等那些 我剛開始一開始就講說 這個是一個邏輯 但是現在家長他事實上大部分是不接受的 從事實上每一年的排序你可以看出來 他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模糊掉 但是這裡面已經開始造成部分的模糊 我完全同意 那這個部分必須要去回應 所以現在必須 我把這個順序來講清楚 必須要有人很清楚的承認 這一次是錯誤的 是做得不夠好 接著再用交易理念去勸說 接著看有沒有什麼補救的方法 最重要的一點是 現在剛剛那一位和爸爸講得非常好 就是你明年還要繼續辦嗎 我看明年可能還會再來出現一個新的問題 所以明年的北北基聯冊自己要不要辦 然後自己辦了以後會不會出的比較難 讓自己為難自己 然後分數又抓不準 然後明年如果假設只有一次一次 到底要選哪一個又更痛苦 所以八月我建議不要到八月 也許更早一點點 事實上現在的權在教育部 教育部也不用客氣 他應該趕快請臺北市政府 把要不要自己辦 趕快送上來 不要拖到八月 越快越好 那如果我能勸的話 我還是勸臺灣沒有那麼大 那高級中級法 跟職業學校法 本來教育部就可以會整入學的方式 所以我建議臺北市政府 各界其實都希望臺北市政府 明年不要再出現一個新的狀況 就讓他回到機車就好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在臺北市議會議員在連署 超過半數呢 就是說明年停辦北北基連冊 不過呢 目前臺北市政府呢 還是說呢 應該還是會繼續辦下去 我們來看下面的VCR 民辦北北基 既當白老鼠 既當白老鼠 首度自辦的北北基連冊 因為申請跟登記分發分數落差太大 導致不少考生 喪失了錄取更好高中的機會 讓家長跟學生無法接受 在臉書上上千人的連署 市長好龍斌的臉書 也被考生留言灌爆 議員們的陳情電話更是應接不暇 申請錄取呢 反而變成一種懲罰 因為被刷下來的學生 反而可以分發到比原來更好的學校 他的孩子在學校裡被其他班上的同學取笑說 你看我成績比你爛 可是我上了比你更好的學校 議員批評花了四千五百萬辦的北北基連冊 在好龍斌一意孤行 堅持一綱一本選一本後自辦機冊 但制度的設計卻漏洞百出 讓學生們成了無辜受害的白老鼠 事發之後 市長跟相關的首長不但死不認錯 也提不出補救的措施 最令人痛心的是 教育局副局長 高一暑假轉學就可以了 每個議員都接到陳情的案件 所有的同學都可以轉學成功嗎 我們在這裡要求恐龍市長 停止你的恐龍政策 我們不願意 再有一次這麼錯誤失敗的北北基 再造成明年未來更多的禍害 北北基學生家長怨聲載道 台北市議會提案要求停辦北北基連冊 不到一天就有超過半數以上的跨黨派議員參與聯署 當初申請學校 申請學校把學校的門檻定得太高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就是 在相關的資訊提供上 我們並沒有提供的非常充分 造成一些考生的誤判 郝龍斌表示 現在不可能再重新分發了 但會要求教育局徹底檢討改善 也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對北北基連冊 失去了信心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北北基的連冊 會出現高分低舊的一個狀況 各界的看法怎麼看呢 台北市教育局說了 這是因為試題比較難 校方參考去年基測分數 門檻過高 學生誤判 缺額太晚公布 學生的資訊不足 校方沒有妥善的輔導 所以從教育局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學校要負責 學生有誤判的狀況 那基隆市的這個國中校長提到了 錄取門檻提早公布 落點預測失準 母體與機側不同 沒有兩次責優 還有我們現場的來賓 徐總會 理事長說到了 報考人數減少 名額回流到登記分發 登記分發是地補作用 後分發 反而排上比較好的學校 申請入學上版 上版卻不利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理事長 如果這麼樣來看的話 那這一次該有人為北北基聯策 這樣的失誤做相關的負責嗎 是 這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高中端在定他的標準時候 就是用他以往的經驗 就是前幾年的經驗 他認為前幾年的經驗是穩定的 所以他們沒有警覺到說 今年報考人數降低喔 那北北基自己辦機測之後 整個PR 因為我們北北基本來在全國機測裡面 算比較高分的那一群 結果我們把那個高分那群自己抽起來考 你那個級距一定會拉開嘛 本來我們在全國是在排前面 那現在把那個人會拉開 那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沒有考慮到少子化的問題 我們看了這兩次的去年跟今年 總共少了九千人報考 那這九千人 我們用一百PR來算 每個PR就超九十個 以我們錄取公立高中要PR八十以上 以往PR八十以上 就差一千六百個左右 一個差九十個嘛 一千六到一千八百人左右 一個健鬆招生也不過一千人 所以那個地補效用 就是你差了這麼多 那大家會後分數 因為他招生嘛 那後面人數往前補嘛 所以越收到的分數就越低嘛 越低 然後國中端也沒有發現這個情形 國中端在輔導學生填寫資源的時候 還是照往年的經驗 這個學校以往PR是幾分能上 所以你今年差不多幾分 你就去填那個學校 所以輔導進入的那一端 也沒有update他的資料 是 總會長 所以這樣子來講 就是重點是個別的學校 跟這個個別的高中囉 不是 不是個別學校 就是說臺北市政府 當初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就應該這個是一定要配套 這要告訴高中端 今年我們北北自己來 所以你們的標準 不應該定得太高 那也要告訴國中端 今年報考人數有多少 因為實際上收到 就知道報考人數 去年有多少 有 臺北市政府 有給這樣的對照值 這種PR對照值 但是這個要專業才看得懂 要真的懂得 他長期有去瞭解 才看得懂 原來今年PR 每個PR少得多少人多少人 那會有地補效果 後面分數低的會上 那這個真的是 要一般家長是看不懂的 所以主密 我們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嗎 確實原來在這過程當中裡面 當然教育局也是有行政指導 那也確實在學校 他個定的實測過程當中 可能我們著力的不是很深 所以我們才是說 可能這一部分 為了是要檢討很重要的地方 其實從這張表明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從深淺到登分 我們看得出來 那種報導率不到五成 所以整個人數往這個登分這邊來 其實也造成這一次有所謂的 原來的分數可以到達哪裡 是最有落實 所以我一開始就講 教育局本身 我們也檢討到這兩大的因素 我們在技術上來講 一定會來做檢討 那至於在政策上來講 我這邊確實也要講一句 今年的高 新年的國二學生 也就是一百學年度的孩子 我們不能因為 這第一次完了以後 就把他當作犧牲的犧牲品 所以政策連續性 是確實需要再執行 畢竟他在一本多 一綱多本選一本 他已經兩年了 所以市長才會說 一百學年度的 一樣會繼續走 實際上是考慮到 現在的國二學生 不能因為這樣 而犧牲的國二學生 我想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所有的家長說明 是 不過我講一點跟 矚密不同的意見 這是我們也長期的研究 首先我對於臺北市教育局講說 門檻過高 學生誤判 我對學生誤判這四個字 我其實非常有意見 因為學生沒有誤判的必要 是學生看到了錯誤的資料 或者是錯誤的預測值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 這跟學生誤判無關 所以我不斷地在講就是說 臺北市教育局 我如果可以建議就是 現在類似像這樣的用語 事實上對這些學生來講 是情何以堪 因為他已經損失了 你怎麼還會說到誤判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剛才郝市長說了一句話 我蠻有興趣的 就是不要對北北基自辦機車 失去了信心 那我事實上我很想問郝市長 就是說北北基自辦機車 到底是什麼事情 要讓大家有信心 是什麼事情上要建立信心 回到剛剛主命講的話 就是這兩年做了一缸多本 選一本的 是不是非得參加北北基人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 現在的基策 他有一個特性 他不會只考某一本有的 除非這個部分是每一本都有 因為他本來就是考綱 不考本 是 所以臺北市的學生 現在雖然一綱多本選一本 但是他參加全國的基策 我們可以從過去幾年基策 十年左右的穩定的效度 跟性度來說 我幾乎可以篤定他參加基策 不會因為他一缸多本選一本 而造成所謂的損失 因為各位可以想 如果今天我們出的題目是 這個一缸多本選一本的 北北基的這一本 沒有的 其他每一本都有的 只有他沒有的 我看新車中心大概關門了 所以新車中心幾乎可以 很有把握的講 他不會考只有一本沒有的 或只有一本有的 他一定是全部都有 或全部都沒有 過去幾年都是這樣 新車中心可以接受檢驗 所以剛剛講到這個一缸一本 一缸多本 當初北北基做一缸一本 其實很大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減輕學生的壓力 那到底有沒有減輕呢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來繼續討論 走進歷史發現鄭之龍的開台第一樁 板頭社區如何營造古蹦港的新風貌 國家公益師介紹交紙桃和簡聯的絕代風華 探索奉天宮的宗教相義還有高炳文化 看新港小鎮如何從古老歷史走出農村的新生機 周五晚間七點有話好說難不開講 走進新港深入在地 用旅行體驗新港的小鎮之美 各位好我是你們的老朋友孫悅 你不覺得嗎 每次你看到公共電視節目 不管它是綜藝的 它是這個戲劇的或者是報新聞 每個節目你都覺得很舒服很溫馨 有希望 這才是我們所希望的電視 公共電視需要你 需要你來收拾 也需要你來捐款 捐款專線02-2633-9922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北北基聯冊目前是採一綱一本 當初會使用一綱一本 說是希望能夠讓學生能夠減輕 課業的壓力 那麼實施下來 有沒有減少多少壓力呢 來看下面的VCR 北北基聯冊在登記分發結束後 考生家長不滿的聲浪越演越烈 不過台北市教育局的回應 始終很強硬 更引用北北基報名今年全國 二次機測人數創新低的數據 強調當初自辦機測的目的已經達成 我們辦完今年北北基聯冊 我們發現再去報考 第二次全國機測的人數只有6500人 也就佔今年北北基總考生的8.4% 那對照到去年99年佔了47.88% 從這個數據看出來 北北基的考生已經超過九成 已經就近入學就定位了 而且也讓北北基的考生 減少一次的考試壓力 其實學生是因為不忍心放棄 第一次的成績也不敢放棄 要去冒險爭取最後剩下10%的名額 考第二次 所以只好冷痛的不管好或不好 就認了 教育行政官員把這種不得已放棄第二次 當成是說所以學生的壓力減輕 我覺得是完全是麻木不忍 全教會表示曾經在一年多前 針對首屆十四一綱一本 參加北北基聯測的學生跟老師 進行調查 結果發現只有不到一成的師生 認為壓力有變小 有高達九成感覺壓力變大 或是跟之前差不多 各科有補協人數也微幅的上升 北北基聯測引發的民怨跟爭議 該如何平息 全教會認為103年12年國民教育即將上路 台灣的學生跟家長又得面臨另外一次重大的教育變革 在此之前全教會建議 北北基應該回歸全國基策 維持十年來的兩次考試 讓考生跟家長都能安心 也呼籲教育部應該盡快地規劃十二年國民教育 北北基聯測現在正式上路 那麼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年國教也要正式上路 到時候北北基聯測怎麼走呢 繼續來看下面的VCR 預定一百零三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 到底要不要考試 教育部確定國三將施行會考制度 也要求各省市盡快研議如何試性輔導入學的方案 北北基三個縣市教育局緊急開會 根據了解三縣市達成初步共識 未來打算參賽會考成績 康中虎說北北基高中職競爭激烈 抽籤入學恐怕不可行 教育部要求不得採集在校成績 但如果部分高中職報名人數超過了招生人數 如何篩選學生 或許採集會考成績是辦法之一 但如何採集還必須研議 台北市家長團體贊成採集會考的成績 但對於特殊條件加分認為該有所限制 會考跟以前的全國基策或是北北基聯測 它不一樣它只分三個成績 如果是採集這種的大範圍的面 那個成績的採集 我們是覺得我們是可以認同的 我們是反對這個跟社經背景有關係的加分 像是什麼什麼音樂才能 一下子特殊才藝 不過全國家長團體認為會考試能力檢定 不是考試 這種方案會讓免試入學走回頭路 也煩惱北北基的做法 會被其他縣市跟進 教育部也再次強調 會考主要是確定教學品質 並不是學生用來入學的指標跟門檻 北北基討論的草愛也必須送教育部來協商 並不是北北基說了就算 針對一綱一本一綱多本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連線給家長何爸爸 何爸爸你在線上 我在 請說 我這三年有看到我的孩子在念書 教育部的好意一綱一本 好市場的一綱一本讓我覺得說我很窩心 可是我看到我的孩子 學校用一本 可是他的書包裡面同一個科目 起碼有兩本以上的教科書 教科書誰訂的學老師選的 講義評量都要寫 這樣不叫一綱一本 我小時候唸的才叫一綱一本 他就是不編版我只要帶這本書念好 我們班上考上建宗北女的都只有念課本 參考書是自己想做的時候再去做 可是現在的國中生都不是這樣子 每個人幾乎是半強迫性的都要買 而且每一科至少買兩本 所以你等於是一綱多本 對 自己再多好幾本 那他的一本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孩子每年光去書局買書 就是好幾千 一開始就是好幾千 然後買回來寫寫寫 每天晚上就是寫寫寫寫寫 暑假學校我放過 生的國三學校一定十本二十本這樣定 小孩子就是拚命寫 老師 您的認為是說其實這樣子的一綱一本其實也沒有必要性了 對 根本就是假的 那讓孩子只是增加他寫作的負擔 然後讓大家拚命的寫 然後看起來是一綱一本 對 老師上一本很輕鬆 可是我的孩子要寫三本 是 這樣一點都不輕鬆 謝謝你的意見 主秘有沒有知不知道這種狀況 我相信在這個地方再度的強調 一綱多本選一本 我們一定非常強調 學生是一綱唸一本 老師是一綱準備多本 而不是變成 今天變成像何爸爸這樣說的 變成孩子是掛其名是一綱一本 然後要孩子執行一綱多本 這絕對是失去整個原來扭曲整個政策 而且我們也如果說確實是老師這樣做 我們真的是要好好來跟老師來溝通 這失去原來的意思 是 我們這三年來 沒有發現到這種狀況嗎 這因應確實是沒有 這樣 這樣的事情 我也謝謝何爸爸告訴我們這樣 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為什麼要一綱一綱 就如同剛剛這個廖師所說的 你去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的全國基策跟北北基基策 我們就整個測驗的整個的專業 送來來說的話 如果臺北市的孩子一樣去考 全國基策是可以考的話 那不是一綱多本 學一本就好了 為什麼要孩子練這麼多本 還要花那麼剛剛何爸爸所說那麼多錢 還要去買那麼那麼多的書 是不是在這裡重新再回歸回來 其實從內 比較是比較是內含性的深入去思考 一綱一本本來就是希望減輕孩子的壓力 你從這個過程的過程當中裡面 就可以體驗到了 那如果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為什麼沒有減輕孩子的壓力 如果說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是因為老師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去扭曲原來整個政策想法的話 而造成所謂的壓力沒有減輕 就確實是我們也要檢討 自己本身教育局的檢討 我也希望我們老師很虛心來看 來看 那至於說到底壓力有沒有減輕 今年是第一年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主觀的感受 那我們也很希望 我們也希望真正的真正的來 比如今年完了以後 事後來徹底 就比較徹底的一個研究 這樣一個 這一屆 特別是今年這一屆三年走過來 那我們來看他 看第二屆 或許做一個對照來研究的話 就可以看得出 因為人家政策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什麼是一綱一本 什麼是一綱多本 這個綱就是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在這個綱之下呢 你可以發展 多本的話呢 就是民間編寫教育部編審 學校選書 基策依課綱出題 也就是考綱不考本 那麼北北極的一綱一本呢就是由北北極 教師評選一綱多本中選一本 縣市推薦各校選用 但不強迫 考綱也考本 所以劉老師這個我有點不懂了 就是選一本然後推薦不強迫 我要跟全國的觀眾朋友說 我到現在我也不懂 一綱多本選一本叫做一綱多本 我是真的不懂 那縣市推薦哪一個學校敢不用 那我也扶了他 因為他又製辦了連冊 所以考綱又考本 就代表他本來就是考綱 其實考綱又考本 這個詞存在的也蠻 蠻有意思的 因為考綱其實本來就含了本 這個部分 所以這件事情 簡單的說就是 現在連中國大陸都想要跟臺灣學 世界各國的資訊 現在學習強調的是 注重這個區域的射精背景 整個文教的支持系統 來選擇最適合的教材 那所以才會有綱跟本 簡單的講 今天這個杯子 在臺南市跟在臺北市 叫這個杯子 同樣最後都叫這個杯子 但是他介紹的角度會不一樣 這個是一綱多本的價值 他就是完全符合學生 而且是多元的需求 學習需求 這個已經是世界的趨勢 所以我們為什麼全教會在過去兩千零七到現在 非常的堅持這個部分的原因 就在這裡 我特別帶了全國教師會 在兩千零一十年 也就是一年前 五月份 我們調查了五千多位學生 那我們調查了非常多的問題 幾乎所有的問題 不論是問他功課壓力 不論問他你是不是現在功課變少了 不論你的學習壓力 不論你的升學機會 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一綱多本選一本 跟置辦機測會降低他的壓力 甚至我們還去調查一綱多本選一本跟一綱多本的 他補習的量跟數字 然後我們按照區域去調查 反而還微幅的增加 只有數學沒有顯著的差異 我為什麼要反覆的今天不斷地說這件事情的原因 就是說我事實上是很強烈的建議好市長 或者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對於一綱多本選一本 不符合教育理念 跟置辦機測沒有那個必要性 我們是一語貫之 本會從過去幾年以來 長期的就是認為 這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政策 我們來接幾位觀眾朋友的電話 首先來接臺北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您好 請說 大家好 是 那個我現在先聲明一下 我等一下不管講到任何人 請不要切斷我的電話 那個前一陣子那個郝伯春 他說這個道路會失去 是因為黃埔那一些 這個畢業的精華心態很嚴重 我今天很明確地講 郝伯那個郝龍斌 他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 就他心法心態嚴重 他想要當領頭羊 那麼今天這個事情鬧成這樣子 那誰要負責 沒有人敢負責 要負責就老人家負責 那那個教育局長要負責 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講什麼一綱一本 我現在講得很好 我會還問一下竹蜜 或者教育局長 如果今天你的小孩是讀國二讀國三 你真的敢讓他只讀一本嗎 你回答我這問題就好了 其他講到的都廢話了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再來接龜山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您好 你好 我住在桃園龜山 但是戶籍在內湖 所以送孩子去台北市的集所 可以允許沒有分區的國中讀書 我感到很懷悔 我剛剛看到全教會的這位理事長 以前我也不認識 他說全教會有針對5000多個學生家長 去做調查 這才是負責任的事情 我聽到台北市這個主任秘書 回答剛才第一個家長裡面所說的 懷孕莊的樣子說 我第一次聽到什麼事情 我們納稅人繳稅 給這樣的公務人也是在幹什麼的 所以您認為說 你把孩子送到北市 我孩子裡面就像第一個家長講的這樣子 學校就是要買幾套 你台北北基台教育局也是 推薦一綱一本不敢強迫 所以學校還是照樣買好幾套 是 謝謝 謝謝您的意見 我們再來接台北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說明一下 我本身是從事教育工作 是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出在了兩方面 第一個我們在教育部在規定教材的時候 我覺得剛剛多本 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想如果有仔細的去觀察這些 編寫教科書的出版商 大多大多數的這些出版商 其實他們的教科書的內容其實 非常的貧乏 我想當然 以教育部的立場 他是覺得他們有做那個 就是審查的制度 但是其實最重要就是背後的那個 就是教科書的那個 相對的其他附加的一些 出版品的一些利潤價值 那所以導致你那個購買這個版本 譬如說不管哪個版本 你最後後面勢必 你必須強迫這些家長去購買這個教科書 的那個參考書 那參考書他們最 這些家長如果經濟條件不是那麼充裕的話 這些就變成一個學期上的一個很大的門檻 那經濟弱勢的這些家庭的小孩子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獲得一個相對應的一個補充的教材 其實在這個學期上面其實會更多的 更加深的一個弱勢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牽涉到一個就是 因為台灣畢竟地下人從 我想這個升學上面一個競爭的壓力 我想始終還是沒有辦法避免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歸一個考試 你沒辦法考試 你還是沒辦法回歸 謝謝你的意見 我們再來接桃園 許小姐的電話 許小姐您好 您好 請說 我是覺得 台北市的一些教育單位 為什麼一定要將錯就錯呢 為什麼不重新分發呢 對不對 人家說知錯人改善莫大約 你是教育單位 然後你就教小朋友 你是小孩子的榜樣 你就做這種將錯就錯的榜樣 好 謝謝 謝謝你的意見 再來接台北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您好 您好 請問一下那個北北基的政策 是不是排擠了中南部的學生 要求什麼社區高中 那請問考大學的話 有社區大學嗎 你這種整個政策的設計 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還有第二次基設 說報考人數少 是少子化的因素 台北市的教育局的副局長 所言是鴕鳥心態 又不承認錯誤 再來就是說 你說這個觀念 必須家長要改變 請問一下你坐老半天 到底家長概念有沒有改變 然後監察院又沒人調查 沒人負責沒人道歉 到底這個錯誤的政策 到底要結果要怎麼樣 你叫學生這樣子來吃憋嗎 這樣子長期下來是好的嗎 那好社長不負責 誰負責呢 有沒有搞錯 好 謝謝 謝謝你的意見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總會長 是這樣子來看 您覺得一綱一本在北北階上 其實應該繼續做下去嗎 應該這麼說 這次是因為不是考試的問題 是考試後成績應用的問題 應用的問題怎麼現在又發酵到一綱一本的問題 一綱一本之前都討論很多次 那其實一綱 其實老師們以前在一綱多本的情形之下 各校的老師也是選擇一本來教書 所以老師們開會 我要用哪一本 也是用一本 那因為呢 其實測說我考綱不考本 所以同學都用多本 因為怕遺漏嘛 因為PR九八跟九九會差一個學校 所以大家就一直用好多本在用 那臺北市政府當初是想法是 那我就規定一本就好啦 大家不要用多本 那剛剛是家長一直反應 大家還是用很多本 我覺得這個教育局要去檢討 為什麼這個政策執行了三年 在實務上各校 還在用多本 其實不是告訴他們一本就好 一本就可以考到BR九十九了嗎 什麼實務上還在用多本 那如果像剛剛那位觀眾所說的 這個內容呢 其實就是不夠好 他必須要參考很多本 我本身也是這個 我們教科書的計價委員 那我們就發現很奇怪 現在的教科書越邊越薄 越邊越薄 因為什麼 因為教科書全國計價的時候 價格就很低嘛 他要吸引你去什麼 我賣你教科書 我不賺你錢沒關係 但是你買我的教科書裡面是空洞的 你一定要去買我的參考書 我的內容都在參考書裡面 他是賺參考書的錢 他不是賺你教科書的錢 所以我覺得整個的教育政策 如果要討論一綱一本 也要討論教科書編書的品質 我們現在教科書編書的品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拿了這本教科書我要教我孩子 我還不會教 因為沒有內容都很空洞 那講的是很好 讓老師可以給補充教材 可以讓老師有多元發展的機會 但是沒用 因為我們教科書廠商 又提供老師一本教教師手指引 老師也可以教那本教 但是我孩子就沒有東西 我就一定要去買參考書 所以這是一個循環 這也是實際的現象 這實際的現象 所以當初講的一綱多本 其實在實際上學校裡面 本來就是用一本 我們學 那現在是擴大到基北區 我們基北區所有老師 來選一本 也是一本 所以我覺得這個差異是不大的 這個差異是不大的 只要教科書編的內容好 我用哪一本有什麼關係 而且教育部自己有做統計 各版本的差異度五趴 其實百分之九十的內容都雷同 那其實老師都可以補充 我們相信我們的老師都可以補充 所以其實你用哪一本是一樣的 是 用哪一本都一樣 那一綱一本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爭議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就是大家說 如果說他的優點 就是內容跟品質會其一 那單一版本量大 你可以相對溢價的空間 比較大 轉學的教材也容易銜接 那明確的基策的取材範圍 學生的負擔較小 不過他也有他的可能問題 單一版本 他缺乏競爭 教師沒有選輸的機會 剝奪專業自主權 不符教育多元化的精神 還有缺乏因地質疑的彈性 但是我們剛聽一聽 一綱一本 其實他也在用一綱多本在使用 所以北北基這樣子 其實有看到這個問題了 然後有想到怎麼做嗎 是 我還是把總會很明顯看得出來 不管是我們老師或者家長所說的 你都很清楚 在所謂的教材 轉化成考試這個過程當中 你也很明顯 教材本身一綱多本選一本 跟一綱多本 其實在應用這些部分 其實慢慢慢慢大家有想法 只是我們現在很聽到說 就是如同那個家長所說 我們應該是很希望是孩子就是一綱多本 選一本他用的 那老師是可以根據多本來做準備他的教材 我想這個關鍵先把第一個我再次強調 那第二個呢 沒有錯 臺北市政府在推 為什麼還要北北基 其實目的就是為政策負責 我們也瞭解 在過程當中裡面 家長一定會沒有信心 你講的是真的嗎 會這樣做嗎 因此才會在北北基裡面 我們來用我們的政策 用考試北北基來落實 所謂的一綱多本就考這一本 所以把考 剛剛考本在這個地方 讓家長更相信 你不要再沒有信心了 不用再去選擇這個版本 又需要學生練了那麼多版本 come on 這麼多版本 其實就是一個為政策去 所以老師 這個是市政府負責任的做法 我覺得如果全國現在這樣做 臺北市政府這樣做差別也不大 那臺北市政府為什麼這樣做 就必須講出一個很充分的理由 必須跟全國都不一樣 他要用這樣的選出方式 這第一件事情 如果臺北市這樣做的 現在的新北市市長 朱立倫市長 當時在桃園 剛才也為龜山的 為什麼提這個事情 剛才也為龜山的家長 事實上 那為什麼當時北北基桃 不一起做呢 那事實上桃園 有很多地緣關係 跟臺北也是非常近的 所以這個就會講不完了 他到最後還是回到核心的問題 就是說家長是不是會顧慮 會擔心他讀一本孩子的那一本 不論也許你的跟我不同本 但我只讀那一本 他會焦慮 這個是所有教育人員 應該對學生跟家長負責 要讓把大家的焦慮 透過基策出題了以後 每次都去驗證 你讀一本就夠了 再來沒有讀厚於哪一本 大家如果把這件事情都很誠實 務實地講清楚了以後 他就會朝向成功 不是 現在這台北市政府自己跑出來 自己做了一個區域的選書的一本 這恰恰好 就造成了一綱都不跟一綱一本 不必要的論述 因為大家剛才其實已經都講一樣 最後一件事情 他如果要參加第二次基策呢 那怎麼辦 台北市的學生 是 反正明年以後就不需要了 都是只有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爭論 就到這邊今年為止了 你明年你就只能選擇北北西 或者是全國了 明年只能選擇一個 到時候明年又會有新的問題 對 然後到103年 就十二年國教了 一對夫妻 太太是珠寶公關 常常跑趴看秀 先生是布袋琪團長 也是個奶爸 在這個家 夫妻角色大顛倒 一般男人就換到這裡 一般女人就換到這裡 工作 興趣 價值觀 都差很大的婚姻 究竟該如何經營呢 週五晚上9點 袋鼠爸爸的贖罪心事 就在公事十三平道 誰來晚餐 國權弟兄 全力以赴 生命是不懂得打仗不打仗 沒有這種人很快 有這種人很快 不是他兩個人不與 當兵不與戰爭 樂生戲院均有座位 一千六百八十多個 他說戲院可能是 一支獨秀 以前是日本人 來保利 開亞店 我們爸是相待人家 七月七日到十三日 晚間八點 鎖定公事晚間新聞 百年名譽國 公事夏日生態節 周一到周四 最熱門的生態影片 一網打進一次給你 虎家全紀錄 三支歌 反家八千里黑面皮露 生命脈動 關心生態 保護環境 公事和你一起關心 七月四號起 周一到周四 下午四點三十分 夏日生態節 就在公事頻道 喜愛影像的朋友們注意囉 如果你夢想當導演 或拿攝影機 如果你有滿腦子的想法 無處施展 那快來報名公事成人影像 創作營吧 精彩的課程 刺激的挑戰 肯定讓你回味無窮喔 報名電話02-2633-2000 轉9 或上公事網站查詢 國倫老師 我讓你報的日 什麼上天畢落下黃泉這樣 我的發呆 發呆啊 放空這樣 對…謝謝老師 哈哈哈 這個禮拜日 晨晨九點 公共電視 台灣安關一百年 拉起來了 公事學生劇展 跳格子 7月3日 周日晚间11点30分 就在公市13频道